无水共治手操报 我们可以先写出我们今天的主题 无水共治 然后我们来画上水的形状和颜色 画上红红框 我们来画上红红条 我们来涂上颜色 有不同的颜色 涂上标题的颜色 不同的蓝色涂上水的颜色 画上彩虹的颜色和红红框的颜色 像这样我们的无水共治手包包 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